欢迎观看诚挚TD40、诚挚TD40Plus教学视频 本视频将为你介绍TD40、TD40Plus安装和操作流程 箱内含有TD40主机 TD40遥控器 TD40折叠天线 双头Type-C连接线 TD40说明书 取出TD40 打开两侧快拆盒页的弹簧锁扣 在DJI T40或T20P无人机主梁上选取合适的安装位置 打开快拆盒页 两侧同时用力 将其挂到承重梁上 安装TD40Plus 控制和核抛投器面板相对摆放 连接双头Type-C连接线 注意侧边线 核上快拆盒页 锁上两侧弹簧锁扣 检查弹簧锁扣是否锁紧 取出拓展遥控器 安装前打开DJI遥控器 USB-A盖 将拓展遥控器的两个定位固定住 插入DJI T40或T20P遥控器背面定位孔中 拧紧中间的手拧锁钉进行固定 连接USB插头 插入DJI T40或T20P遥控器上面的USB-A接口 取出折叠天线 将其分别凝入控制盒 及拓展遥控器上方的天线接头处 完成安装 开启大江遥控器 开启飞机电源 约5S左右 连接电子控制盒上的飞机取电插头 电源指示灯亮 电源连接成功 拓展遥控器电源指示灯 核抛头指示灯闪亮 约3秒左右电源指示灯变为常亮 此时遥控器与拓头器电子控制盒连接成功 观察拓头 指示屏闪烁且显示三条横线 说明上次使用时出现异常 需要长按按键进行初始化 指示屏闪烁且显示E 说明系统错误或机械传动卡丝 需要插拔电源进行重启 重启后长按按键进行初始化 指示灯常亮且显示数字零时 四个挂钩均无法活动 指示屏常亮且显示数字 一 二 三 四 对应挂钩可挂载物品 PD40通电 且与遥控器有响应后 长按拓头按钮两秒 指示屏显示常亮零 完成复位操作 按下抛头操作按钮 指示屏显示数字1-40 对应数字的挂钩可挂载物品 注意 挂载到挂钩凹槽内时 需用手托住该挂钩处于空载状态 当屏幕数字跳转后 即可松手进行下一个挂载操作 最多可挂载八个挂载物 观察遥控器 当连续按下抛头控制键三次 抛头指示灯从闪亮变为敞亮 此时解锁成功 可以进行操作 选择操作模式 单位切换键滑到左侧为单抛模式 右侧为全抛模式 单抛模式下 每连续按下两次抛头键 打开一个挂钩 完成一次抛头动作 同时抛头指示灯熄灭一个 全抛模式下 连续按下两次抛头按钮 挂钩依次连续自动打开 完成全抛动作 抛头指示灯全部熄灭 在安装单个抛头装置时 操控抛头器的微抛头按钮A 按钮B无效 当两个抛头装置并联时 通过双Type-C连接线并联 抛头按钮B控制第二个抛头器 如果在使用过程中出现飞机信号干扰或操作失灵的状况 可在返航后 通过同时长按AB键 切换遥控器信导 长按控制盒开关 三秒后闪烁蓝灯 切换控制盒信导 也可以通过重启方式解决 即按下电子控制盒的电源按钮 插拔重接拓展遥控器的电源连接线 温馨提示 1.挂载物品时请确保抛头勾已完全处于挂载状态下 再按下操作按钮 2.操作抛头勾时警方加手 3.挂载物品度重量应根据飞机承重能力为准 2.挂载物品封